完了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曾经车水马龙的汽车客运站 如今被接连关停 大量的客运车站爆发关停潮 客车司机失业不知何去何从 甚至还有43年历史的老站 也没能躲过被关停的命运 虽然近几年 我国的高铁飞速发展 但是带来的后果却愈发显现 汽车客运的流量不断下降 导致了客运站的不断关停 这也同时引发了人们 对于过度基建的担忧 3月1日 武汉市黄碧区交通运输局 发布公告称 汉口北客运中心 将于2023年3月15日起终止经营 据了解 这是武汉市既新荣客运站之后 又一个被迫停运的客运站 事实上 不只是武汉汉口北客运中心 全国越来越多的汽车客运站 陷入了关停风潮 就连广东也未能独善其身 近年来已有多个车站 接连宣布停运 据统计 仅在2021年一年里 广州撤离和关停的客运站 就多达十多家 而整个广东省关停的客运站 则多达42家 说起中国的汽车客运站 那可是许多人追梦和归乡的起点 一头是家乡 一头是梦想 这里留存着许多人 难以忘怀的记忆 特别是在几十年前 很多农村人进城打工 主要的出行方式 就是坐长途大巴车 这也让省级客运迎来一段时期的春天 各地的客运站 每天都有旅客进进出出 人满为患 但随着交通的发展 大家出行方式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地铁 高铁 顺风车 飞机等等 而客车 却成为了最后一个选项 曾经繁忙的客运站 也因此而逐渐没落 变得门可罗雀 客运大巴的没落 作为一种趋势 实际已延续多年 相关的话题也不是第一次引发讨论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 全国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在2012年达到顶峰355.7亿人次后 就开始每年下降 2014年达到190亿人次 2019年为130亿人次 疫情之后 公路营运客流惨遭腰斩 2021年全年只有50亿人次 疫情加速了公路营运客流下滑的进程 但更确切地说 客运大巴客流不是消失了 而是换到了其他的出行方式上 私家车 高铁 飞机等这些更便捷 高效乃至更安全的交通方式的普及 都对传统以大巴为代表的公路营运客流 形成了巨大的分流 原来公路客运中长距离出行的需求 比如从省会到地级市 或从一个地级市到另外一个地级市 被高铁逐步抢占 而从地级市到县 或者从县到乡镇这些100多公里以内的出行需求 则被私家车或顺风车挤占 2021年底 广州发布了一则征求意见稿 表示将要撤销广州市内的10家客运站 而在意见稿发布的几个月前 深圳把运行了43年的沙井汽车站关停 一个客运站能运行43年 足以说明以前大客车的人流有多旺 而他们如今被关停 自然也和不断变少的客流有着密切联系 根据广州交通部的数据显示 广州客运站2021年每日平均客流量为2.5万人次 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是33万人次 那为什么汽车客运站的人流越来越少了呢 其原因有很多 首先便是高铁的普及 目前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有4万公里 全球第一 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高铁覆盖率达到95% 相比传统的大客车 高铁具有准时速度快不堵车的优点 节假日出行 坐大客车的话很容易堵在路上 要是有急事的话还会被耽误 但坐高铁基本不用有这个顾虑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坐高铁出行 这样大客车的客流量就被分走了一部分 其次如今的私家车也明显增多了 在过去很多人出行 尤其是长途出行 基本都是坐汽车 火车 或者是飞机 其中汽车是最多人的选择 特别是农村地区很多人外出打工 都是坐汽车为主 而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有私家车了 自己想去哪里就直接开车去了 不用去车站买票 也不用去和很多人挤一辆车 更不用等到搬车到点才发车 随时都是可以出发 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大家对出行也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方便快捷 很明显客运汽车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个优势 比如以前回家坐汽车至少要三个多小时 现在坐高铁的话只要一个多小时 并且价格甚至还要更优惠 正是由于高铁和私家车分走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客流 因此各大城市的汽车客运站的人流量逐年减少 而客流量少了 他们的收入就明显减少 甚至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再加上最近三年疫情的影响 大客车的客流下滑严重 很多客运站无以为继只能关停 事实上客运车站停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失业的大拔车司机 客运站服务人员以及周边的商户等 客运站关闭后这些人的生计怎么办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在高铁快速发展的今天 仍有非常多的人在怀念过去的绿皮火车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清明符合老百姓的实际 反而现在我国疯狂建设的高铁 却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众所周知 在出口和消费相继乏力的当前 为了维持GDP的增长 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大量印钞的方式搞大基建 可现实却是 经过过去十多年时间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们的基建已经十分完善 再继续大量建设 不过是过渡基建 基建过渡建设是指在基础设施建设时 没有实际市场需求情况下 为了政绩或者像我们现在这样 为了保住GDP而盲目投资 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过渡 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这些项目的投资和维护成本 这种过渡建设会造成几个负面影响 首先 过渡的基础设施建设 势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包括土地 劳动力 材料 财政资金等资源 其次便是债务风险 基建过渡建设会导致政府债务的风险增加 特别是一些基建项目 质量不高 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的项目 其财务风险更高 目前什么情况不需要多说 大家都有所了解 这种风险已经很大 第三是对生态环境损害 一些基建项目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 如大型水库 水电站等 而过渡的基建建设 往往不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问题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 第四是社会影响 基建过渡建设可能会引起社会不满情绪 特别是当公共资源被挤占 社会福利被削弱时 社会不满情绪更易爆发 第五是维护费用高昂 过渡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维护费用 带来沉重财政压力 第六是投资效益不佳 由于市场需求 不足以支撑过渡建设的基础设施 一些基建项目的投资效益不佳 带来财政损失和缺乏资金支持的困境 最后 过渡基建会加大收入差距 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人愈富 普通人变得越来越穷 很多社会矛盾激化 在基建过渡建设的同时 忽略了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使城市之间 城乡之间 服务设施差距加大 对很多普通人造成不利影响